这个方案准备再安排 好 您看看 爸 我听说外面新开来报纸店也挺不错的 我请您过去 咱俩试试 这想让我请你吧 什么头衣啊 黄姐 一会儿过去吧 刚才您俩会上很多安排 我得找一下那个高层谈一下距离实施 您还太别趣了 那好 辛苦 走吧 我们那个推销做得怎么样啊 拿着订单没了 肯定没拿到 周浩给他那个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就帮帮他 至少让他拿一两个订单回来有话好够说 别让周浩开了他 咱们得有他牵住的周浩才行 要不麻烦就大了 怎么出事了 没有 快了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梁部长 你不刚打完掉瓶吗 出来嘚嘚 你是不是一看了他就得跟他一起磕 没问题 本来就好得差不多了 刚才那瓶完全是为了滚步用 再说 我的哥家躺两天了 再不出来特多气都该憋死了 就你会撞好人 我刚才已经问过医生 确定达子哥没事才把他叫出来的 达子哥 待会辛苦你了哈 记住 一定要照到哪家店最有标志性的东西 让人一看照片就知道是哪家店的 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你也不问清楚到底要是干什么呢 你就答应啊 先干了再说呗 反正早晚都得知道 走了 你到底要是干什么 你没听达子哥说什么吗 干完再说 这你废话做 快走 咱们还有咱们的任务呢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屎嫂不能把你卖了的 您换什么 我先看看 倒杯水好吧 好嘞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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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这这这看什么东西 走啊 手指啊 哎 哎哎哎 怎么着啊 这自己推销不成 改辞经刷煞了 啊 不是我我 不是什么呀不是 我告诉你这儿不欢迎你 您外部请 哎 哎 哥哥 听说你们家豆汁 改二十块钱一碗呢 还是等客人喝完以后再抬价 不给租钱 不许走人的那种 说 说什么呢你 宠物 上次你就是在这儿被宰的吧 肯定是这儿 要不你怎么不让我们进去 百分就是心虚嘛 怎么回事这是 这豆汁我们敢不敢喝了 来来来 这是我哥们 这是他女朋友 我们在一块啊 就老豆嘴玩 哎 你们别当这啊 别当这 你们慢慢吃慢慢吃 来咱那边坐下 来 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 来来来坐坐坐坐 坐坐坐 哎 哎 我说怎么个意思啊 你带这位大姐 来砸场子了 哎 我说还有你 你是从哪山头下来的 怎么什么都敢招呼你 算你有眼光 其实我是从外星刚砸下来的 地球语说的还算六八 哎 哎 那二十百年我还你成吧 这个推销的事咱就算免了 就这样两清了 你看成吧 还有 你把他赶紧给我带走 我觉得要出大事 不是 真不是我要带他来的 是 是我要来跟你主团的 今儿他是我跟班 别怕哥哥 我咱是肚子人 那我就看门见山了吧 这次来 还是为了消毒餐具的事 不过方法换了 不用你花钱买 我们免费送你三个月的试用 试用到了 要是你还是不愿意订也没关系 这事就算完了 啊 你 你闭嘴 你们这个店除了豆汁以外 还能做别的小吃吗 能啊 什么凉皮火热 暴毒炒干 这条街上只要有的 我们家差不多豆汁就了 可是顾客 还是喜欢我们家的豆汁 那就成 给你免费试用的唯一条件就是 从试用品到的那一天开始 不管顾客点不点 你都得把所有能做出来的 小吃料都备齐了 我可以给你透个底 你们备的这些东西 一滴都不会浪费 因为你们这个店不出一个礼拜 顾客肯定爆棚 到时候你别着急 你备的东西不够就成 来看看你这个什么 哦 这看看啊 你仨疯有个限度行不行啊 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答应所有人 三个月的免费试用品 还答应后天送的 我怎么办 你让我回公司抢还是偷啊 你说说 喂 在你的字典里 除了偷和抢 就没有买这词是吧 买 我自己掏腰包给 买消毒餐具 凭什么呀 我一个月才认多少钱 大哥 这周末你要是再拿不到订单 工作都没了 你还在这儿算这些小钱 也没说真的要你掏腰包啊 再说了 你这儿不是 还没回公司去商量的吗 说不定你 爽爽可怜 说说好话 你们部长心一软 就能批给你一批 免费的试用品呢 怎么那么容易 那就要看你能不能 把平时臭我们唠叨的功力 用到你们部长头上呢 我绝对相信你的实力 干吗去 走走走 看看打子段那边怎么样了 估计今天一天拍不完 明儿还得再来 姐 今天你选择那家公司怎么样了 刚去 还得慢慢看呢 你跟赵浩打赌 赌的是哪辆摩托车啊 是你最喜欢的那辆吗 怎么可能 是我新买那辆的 我最喜欢的摩托啊 是不可能用来打赌的 羊还是很有原则的嘛 不过别只对车有原则 对人更得有判断力 分得清真正的里外才行啊 嗯 什么 关于周浩的人品跟性格 我想你心里应该有数 文医跟楚慕来咱们家之后 他在中间对你说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我想你应该都记得 这些话和事里面 有多少是真的为你好的 又有多少你听了之后 反倒挑起了咱们家的纷争 现在你大概也应该有个判断了吧 姐 是不是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有判断 就要学会取舍啊 朋友可以继续做 但是有些话 该听还是不该听 得你自己学会选择才行 因为真正的朋友 是不会希望你们家里 越乱越好的 你干吗呢 PS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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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你的几盒糖浆去 都许看 不是 你帮我做事 怎么我还不能看呢 我还这样问你呢 你到底准备用什么办法 帮我弄那些订单啊 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就对了 这事啊 我没法跟你说 而且我整个计划实在太庞大了 一时半会也跟你说不清楚 这事啊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要不然中间肯定会出岔子的 我的事我知道的越少越好 不是 我我我我起码得知道 我在这具体 我得干点什么是不是 我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吧 你就等着听我调限不就行了 放心 有你出场的时候 没人抢你戏 抢戏 不是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 越有点不靠谱呢 你说什么抢戏啊 你不是准备去坑门拐骗吧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违法和缺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就算是演戏 也是演给心虚的人看的 你还真要去演戏啊 拒绝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走 干这样赵姐 不是 你现在干的不是这事啊 去翅膀笑 你最喜欢的是哪辆盲票车啊 你还不知道啊 原来是我给你买的那辆啊 那是你赚的第一笔钱 也是我的第一辆车 我们不请自来了 欢迎不 要是我们说不欢迎呢 那我们就赖在这儿 直到你们欢迎为止 别我们我们的了 我可不在里边了 栗子姐啊 这支啊就交给你了啊 没问题 我今儿晚上能那么低啊 是对这支的 吃栗子吗 谢谢 你会打游戏吗 不会 那他会吗 你看他那农民进口眼 估计也不会 嗯 这是使命召唤的最新版本吧 我在网上看过介绍啊 你起来别挡我 你起来 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光过着看屏幕了 以为游戏演示呢 原来是你打的呀 那正好 我们从头开始 正好你可以教教我吗 嗯 没兴趣 别那么小气嘛 教一下了 就是 我会是个好学生的 一定虚心受教 我只给你三次机会啊 如果三次 全带第一关通关前就死了 以后就别再来这儿烦我 行 没问题 那就 开始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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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孩子不干嘛那么热的 你过去看他们就知道了吗 你真够逗的人 孩子玩儿这么高兴呢 我过去吧 人家干嘛呢你们 我烦不烦呢 对了 刚才你洗澡的时候有个电话 好像是郊区的号码 是吗 嗯 不认识 不认识什么郊区的人 关了 睡觉 嗯 你后悔 后悔 你会不会打呀 你赶紧走 赶紧走吧 别再碍事了 你死了 太好了 终于不用照顾你 这一次 我肯定能通最后一块 他大学不是学打游戏专业的吧 到底这么做我们这事了 你感冒好了吗 你感冒好了吗 好了 你也太热不清风了 以后每天拖着羊一起晨跑吧 我起不了那么早 那就早点睡嘛 搞定 怎么样 明大哥 再来一局 会的还装着不会玩 无聊 你不是吧 记不住人就开始跳歪理了 再说了 我说过我不会打吗 我只是平时很少打单机 都是在线玩的 所以才让你教我的嘛 我也能趁机热热身 顺便呢也探探你的底 你刚才那副天下无地的架势 真惊着我了 我怕陋怯才出此下策的嘛 我多谦虚谨慎呀 你想过叫板是吧 我还真想跟你叫板了 这样吧 咱俩赌一局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天打三局游戏 打什么呢由你选 三局全胜算我赢 你只需要赢一局就算我输 我要是赢了呢 第二天你就要跟楚慕去晨跑 我要是输了 你就可以自由活动 在这期间里 我可以无条件地教你 各种游戏的攻略和技巧 而且保证随问随交 怎么样 这赌局你敢接吗 我去不了那么早 要你早点睡 就这么定了 再说这游戏还没开打呢 你就铁定觉得自己会输啊 我怎么会输啊 笔就笔 来 来 好 那赌局就从现在正式开始了 来吧 选游戏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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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慢点太离谱了吧 小姑 二姑 该考文化课了吧你 下个月 复习怎么样 能考上吗 肯定能考上 是不是 知己啊 二姑 来 李姐 加副碗筷 来了 你们俩这是 城堡 你们在哪儿城堡啊 小区里边啊 怎么不去山顶啊 山顶啊 小区里黄鹿都跑成这样了 上山顶还不再让我给他背下来 我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跑得横着呢 我这是刚开始不适应 我车里打听你哪儿做运动员啊 那不是小时候梦想吗 张可就来去 不错嘛 杨开始替楚慕照想了 也没有 我就是不想给我自己添麻烦 城堡 你太丢人了 我脸都被你对光了 你赶紧上两口上楼换衣服去 今天罚你骑自行车送我上学 不是 大姐 你那学校跟着隔着区呢 我要骑自行车不得天黑了 那就送到公车站 快点 走走走 我也不吃了 我直接冲哪儿去了 你们知道吧 那我也该走 大姐 你知道 你这是上学吗 上啊 送我盛班吧 好啊 我先好了 你们吃 拜拜 嘿 怎么回事这一夜之间 他们全混成自己了 把咱俩给搁外头了 谁能干我发生什么事了到底 那我不当领导人是不是 我这暴脾气 你还笑 姐 我得给你吃点豆子 好啊 能得到主编的赏识 不代表你上班 可以来得越来越晚 赵瓦 你别忘了 你还是一个实习生呢 去 买点饮料回来吧 我要摩卡 你要什么呀 牛奶 主编来了吗 刚来 对了 你顺便问问主编喝什么 一块买回来吧 来 进来 主编 这是超级跟几个设计师 合作秀的策划案 速度挺快呀 涅槃火影冰心 很有创意 你熬了一通宵啊 嗯 坐坐坐 好 王靖 你过来一下 主编 你叫我啊 你下去买两杯咖啡回来 我要卡布提诺 你要什么 意大利特农 要尽量热的 谢谢 来 快去呀 你这个涅槃是这个最后主秀的名字吧 对 这个秀的主题是火影冰心 在这个主题之下又分成了 等待寻找涅槃三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主要是为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主秀涅槃宣传造势用的 我的目的是让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 包括以前一直对时尚界不怎么感兴趣的人 对这场秀产生关注 并且在印象深刻的同时充满期待 听起来不错 那你现在就正式开始吧 希望你不是只有纸上谈兵的功夫 我等待着实际效果 您应该相信您选人的眼光 喂 哥 中午了 一块吃饭吧 行 好 我马上过来 嗯 哎 李姐 我 那个薛洋起来了吗 哦 还没呢 她今天没课 一般她都睡到下午 要不等她起来给您回个电话 不用了 这样吧 哎 如果她起来之后想出去 你就问她是不是去车厂 如果要试呢 你就给我来个电话 要不试就算了 好吧 我想跟她说个小事 哦 好的 哎 拜拜 喂 李姐 杨起了吗 哦 芝莉啊 她还没起呢 她今天没课 哦 那她起了以后 如果去车厂就让她打个电话给我 不去就算了 哦 好的 怎么都突然这车厂这么感兴趣 来 袁部长 嗯 我这个是找你的 来 坐 我 你要有事跟我说吗 啊 对 我 我是想问问 你看这个 就关于这个推销的事啊 有没有可能啊 公司给这些商家 提供一些试用品 哎 我就是问问 您放心 我周末之前肯定能把订单拿到手 我 我就是问问 我要跟你说的就这一事 公司啊 提亮你第一次做推销不容易 已经给你批了一批免费试用品 你什么时候需要呢 填个单子给我 然后就可以提货了 真的呀 这一事有开玩笑的吗 那我现在就填 我现在就填 既然你已经是公司的员工了 那就给你介绍一下 咱们公司研发的设备吧 您就是为了这个放弃以前的一切吗 算是吧 但也不全是 应该说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简单说吧 这是一台能够把污水 变成供暖设施的污水处理器 把污水变成供暖设施 对 把污水污物放进的主要器里 加压 让它们由液体转换为气体 同时将温度提升到七十度 这样就可以通过管道 灰尘时的用火供暖 而且这些东西处理后的废料呢 也可以做成砖头 用来当建筑材料 这么神奇啊 不过这个系统听起来 要想真的用到实处 好像还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才行 比如政府部门 房地产商什么的 是啊 这套系统的应用 已经属于城市规划的范畴了 而且它的设计理念也比较超前 所以这光起来有点难度 这就是公司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还没有盈利的原因吧 对 不过没关系 本来我设计这套系统的初始目的 也就不是为了盈利 而是为了试验一种可能性 就是究竟能把垃圾和废物的回收代利用 做到什么程度 因为可持细循环利用和零垃圾产出 是所有环保人的终极梦想 我这个环保狂人 当然也就不能免俗了 开一家公司的初始目的 就是为了试验一种可能性 果然够酷 就是有点不够像商人 干嘛 有点失望了吧 没啊 试课有兴趣了 不好意思啊 路总 我到车厂了 有时间就过来吧 路总 啊 这些都是用来干嘛的呀 啊 这些都是污水转换器的配套系统 我去谢谢佛 我去拿下个手 我去拿下的手 还可以吗 我们再去拿下ello 不要去拿下帽子 那这些给我拿下来 怎么样才能让你不缠着我 你请我吃顿饭吧 咱俩好好聊聊 看着你我吃不下饭 要聊什么就在这儿聊吧 你一向对待痴心追求你的人 就是这种态度吗 痴心 你有心吗 谢谢夸奖 上一次 你怎么找到这地址的 谁告诉你的 我想找个地儿 还用谁告诉我呀 你们三位富少的摩托车那么拉风 我随便跟踪谁都能找到这儿啊 这是你自己找过来的 没有人告诉你吗 怎么对这么无聊的问题 这么感兴趣啊 你是怀疑是楚慕告诉我的是吧 你脸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吧 我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点 这么随便的无心之举 就能让你俩冲冠一路成这样 薛洋 你的智商实在是不高 怪不得一遇到事就求助周浩呢 而且你也太高估储目低估我了 看来你在对人的这个判断方面 实在没什么天赋 你果然没有周浩好玩 请 找周浩去吧 不送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 他是比你好玩 但是我不喜欢他呀 我喜欢你 而且我就是想缠着你 你就不相信我是真的喜欢你吗 说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信吧 赵文 你想从我这儿得到的东西 周浩那儿全有 而且只多不少 况且 他对你也挺感兴趣 所以你跟把气网他那儿是 而不是总缠着我 这样没有用 等于浪费时间 到最后 一定是鸡飞蛋打 什么都得不到了 明白吗 所以 快请吧 我怎么从你这话里边 听出点关心我的意思呢 这是个好的开始 跟你说句实话吧 要拿下周浩对我来说 只是我想不想的事 根本没有悬念 他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我比他自己都清楚 你就不一样了 你喜欢的想要的 我猜不出也看不透 你对我的拒绝 又恰好说明 你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让我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更喜欢你了 安全感 你还需要这个吗 那你干吗甩了楚慕啊 楚慕没有你们的身家呀 我是个很现实的人 所以他只能出局 我毕竟也是个女人 需要踏实一点的感情 也就是说 有感情的感情 我跟周浩是不能动心的 谁先动心谁死 所以他是我的下下之选 然后就只剩下你了 有身家 有原则 又很帅 就是性子冷了点 但是我听说 表面越冷的人 一旦动你情 就会热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有足够的耐心 把你从冷变热 再从热变到发烫 你你干什么 别别比我动手啊你 你动啊 你动啊 咱俩在一块 不能老说我主动吧 你动啊 你动啊 你别 谁这是干吗呢 打架呢这是 文艺 您怎么来了 我在附近办点事 顺便看看你 赵文啊 怪不得呢 文艺 这么巧啊 巧吗 你一见到吧 粘着我们家薛阳 咱俩碰不着那才巧呢 对了 你忙你的吧 我跟他谈点事 走 赵文咱俩走 出去咱俩聊聊 我有点事跟你说 我跟您有什么好谈的呀 你跟我没好聊的 我跟你又好聊的呀 走 咱 外面没点晒 咱俩找一咖啡厅 怎么样 这怎么样 你们俩聊吧 我先走了 丫头 丫头 你听我跟你说 你站住 我告诉你啊 我要跟你谈的事 对你特别重要 绝对对你有好处 好不好 我求您了 文艺 我跟您真是 没什么好谈的 行不行 那我上你杂志社了 给您 谢谢啊 师傅 这怎么回事啊 进去说吧 嗯 其实我这样您要跟我说什么 但是您要说的吧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追学杨是我的自由 您管不着 也管不了 咱俩要坐在这儿 其实挺耽误咱俩时间的 您好 打扰一下 您的咖啡 谢谢 客气 你要糖吗 不来 苦 没事 我发现咱俩有一点特香 真的 都是直来直去 不会绕弯 那行 那我今天就也直来直去了 你知道女孩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你没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啊 因为我想你爸你妈可能工作特别忙 忘告你了 我呢 也算你长辈吧 反正我有点责任应该告你 就是女孩子吧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得要脸 你别不高兴啊 你看 你跟我儿子谈恋爱吧 你们俩怎么好的 什么时候好的我都不管 什么时候散我也不管 为什么呢 两心相悦自由恋爱 我管得着吗 但薛杨就不一样了 是吧 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你心里最清楚吧 有什么不一样 你这死缠烂打的多不合适 人男孩子看不上你 最后回到家 都冲着我们急事白脸的 这真不好 这我必须得管了我觉得 那您觉得您管得了吗 我还真觉得我管得了啊 闺女 就你那小文章我看了 挺有意思的真的 我其实平常很少翻那类杂志 怎么说呢 我看得出来你有点小才 写得不错 而且你们那杂志也办得不错 后来我一下突发奇想 我们家干吗不把杂志给买了啊 真的 你还得花不了多少钱 办个杂志挺有意思的 没准还能给我们挣一大笔呢 你吓唬我是吧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 真的 反正我们家要买了这杂志 我可就是你老板了 分分钟我能把你给开了 你是不是挺喜欢这个工作的 对 你也挺喜欢这出版社 对 当然了女孩子 再怎么喜欢一个工作 再怎么喜欢事业 也都比不了爱情 喜欢一个男孩 什么都可以抛掉 你要真这样的话哈 也行 就是我呢 就会雇一个人的二十四小时盯着你 你只要一靠近薛阳 我立刻就出现 你不烦我就行 文艺 您今儿真挺让我刮目相看的 咖啡你不喝了啊 这么孩子 喂 店主任 你好 我 我现在马上 对对 我马上过去 我马上上研究所 你稍等我啊 马上到啊 再见 服务员 买单 给我爸说一声 我回城了 先 好 喂 你又打电话了 我手机搁车里了 没接着 你在哪儿啊 郊区啊 正往城里走呢 怎么了 没事 现在没事了 刚才 算了 你回来再说吧 什么意思啊 要说不说的 跟我卖罐子 是不是那个赵文 又去找你了吧 还真去了 这女的 不我跟你说啊 这应该也是他最后一次试探一下你的反应 看看你他是不是彻底没戏了 和头奔到我这儿来 你没给他什么希望吗 有病吗 我给他希望 那就成 放心 我那是马上就要收网了 他那是肯定跑不了了 你就把你的摩托车给我准备好了 等着我就取吧 我正求之不得呢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啊 那女的可不是好对付的说 你自己千万别陷进去啊 哎 你这是跟我说的话吗 我是应该感谢你关心我呀 还是骂你免死我呀 我就提醒你一句 你还信不信 哎 你们家在郊区有业务吗 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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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没听说过 那个 没什么 回床再聊吧 先挂了啊 不是吧 我去带你 那是广告 我想你们肯定够了 是广告 插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到你了 这 两天 老爹 那 你好 真不好意思 这大妈到这儿干吗来了 知道她状态挺好 我也就放心了 其余的就都麻烦您了 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太谢谢了 这说的什么话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 对了 有什么事我随时给你打电话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走了啊 路放小心 回去吧 汪叔啊 是我 您帮我查件事 回来了 阿嬷 三爸呢 三爸开会 一会儿回来 夕颜 我告诉你啊 赵文事已经让我彻底给摆平了 你该上学上学 该上车厂上车厂 踏踏实实的 你把它平了 怎么平的呀 小菜一叠了 不值得说的 别别别 你说说 还是说说 说说嘛 我也好看看 用不用再给他补一剂重锤啊 撒撒水了 你这 我肺口都给吊起来了 好好看 我也很好奇 去听听嘛 快 好 你 干嘛你 那么着急忙活的 真要准备给他一击什么重吹 我哪有功夫理他呀 我正忙你的事呢 明天那事需要人手 我真的着急人法呢 着急什么人马呀 听着要冲谁开战似的 就说开战呀 这是一场没有消瘾子战争 太够朋友了 瞄着人马肯定够了 搞定 你多少年没回来了 哪那么多当地朋友啊 你不知道 现在是网络时代了吗 网友啊 那是病天下的 网友 你不是说那什么 你那动漫迷惘站的网友吧 妈呀 不是 你要干吗呀 你准备让这帮人穿着奇装异服 冲进那片小吃店 下次一个顾客算一个 然后逼着他们老板说 要他请他们走 就得先订我的消毒餐具 不是吧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有这么惊天动地的想象力呢 行 这可以是第二套方案 你还先用我这个 要不行呢 再用你这个 不是 我这个还不如你那第一个呢 那肯定要差一点咯 走 我明儿直接去辞职吧 想都别想 我局都已经不好了 你就踏踏实实地跟着我吧 走 找冰库室打游戏去 你是不是让我多少知道点什么呀 你别废话 好 漂亮 杨 你现在对文艺是不是有一点好感了 这事本来就是他儿子扭出来的 这事本来就是他儿子扭出来的 他出门解决了吧 这也很正常 我为什么对他有好感 我再说本来对他也没有多少恶感呢 我们来了 trade 废宝 老板 , 我看 吗 你